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想必榴莲都是大家又爱又恨的食物吧 哦 不是 想必榴莲是有人喜欢有人讨厌的食物吧 当然我就是那个非常喜欢吃榴莲的人 其实在我小时候我也是不喜欢吃榴莲的 我一闻当当味道我就觉得 哇 这么臭的东西怎么会好吃 但是直到我长大 我鼓起勇气尝了一口榴莲 真香 所以说我想说就是每个人从小到大 口味都会发生变化 哎呦 这么压韵 就好像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甜的 当然直到我长大我就不喜欢吃甜的了 因为我自己长了一颗蛀牙 好了回归正题 今天我们要吃榴莲就是这两个 不过它不是普通榴莲哦 它是烤榴莲 只不过要你自己烤 所以说它还是普通榴莲 所以说我刚才又说了一句废话 好了 不过它就是有给你配这锡纸盒 然后它这里面是榴莲肉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下烤榴莲到底好不好吃 主要也是前段时间烤榴莲还是挺火 因为有一个人他跟他朋友说 他说把榴莲放进烤箱里烤5分钟 可以去除它的臭味 增加它的甜味 结果他拿去烤了5分钟 邻居就来敲门了 他一打开门 邻居对它大声的说 你是不是在顿死 所以烤榴莲就是这么出来的 我也特别好奇会有什么味道 先开一盒看一看 哇 够香 有莲肉 令人窒息的味道 先来尝一点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水果 看这一大块榴莲肉 超级好吃 哎呦 我要干嘛来炸 哦 烤榴莲 这一盒我们拿去烤 看 又是一块榴莲肉 再尝一口 就一口 一小口就好 直接把这榴莲放进烤箱 200度烤20-30分钟 表面焦黄就可以吃了 给它烤一下 200度 给它烤20分钟吧 真的真的 千万不要再烤榴莲 刚开始烤10分钟我觉得还好 没什么味 后面10分钟烤的真的是很臭 不过到上面好像炖死那么夸张了 看一下烤怎么样 天呐 怎么烤出来是这样的 只有这上面是一点焦焦的 其他地方都是干瘪瘪的 有可能是烤的时间不太够吧 试吃一下 这块烤榴莲 上面有一点点焦 吃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好像也没有变得更甜 不过它倒是变得更干了一点 然后榴莲肉更少了一点 你看这底下的肉都扣不下来 浪费浪费 不过这榴莲变热了 吃起来好像会更软一点 那么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而且这种榴莲还是不要烤比较好 直接吃的话感觉会更爽 冰冰凉凉的又甜 而这种烤榴莲 只是让这榴莲又变热 然后变得更软 就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了 也没有变甜 所以说烤榴莲还是不建议大家尝试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我 点赞评论关注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